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刚才让你继续说 你又不说 我从而穷啊 这样咱们今天就主要来聊聊你何肖 毕业之后这些年都在做什么呢 我毕业之后就是做一个美瞳产品您知道吗 就是贴了之后眼睛变个种色的那个嘛 对 开始是从零售做起 也不是零售了 因为当时家里没有这么多资金嘛 我就是空手套白狼 然后从这边拿一个货一副一副的这样卖 转中间差价 然后后来呢 慢慢的我发现淘宝已经开始有卖低价的了 我就想要不做一个自己的牌子吧 我就把它一个有个外包装盒 有说明书 后来逐渐的我做了自己的官方网站 我觉得吧 当时这个产品应该是在网络 就是这种贴牌里面来说的话 我是第一个做官方网站的 你是贴牌的 进货 对 OEM 自己贴牌 对对 何肖那不挺好的 你就一直做呗 可是这个假货越来越猖狂 然后到了2011年的时候 国家就出财了一个政策 就是把这个美瞳作为了 吸累医疗器械 你必须得有这个医疗器械的许可证 你才有权在网上销售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门槛提高了 你也进不去了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你这个网店在巅峰时期最大的 你处理的量级是多大 15 6万吧 我平均的那个每个月的纯利润 大概是3到4万 有时候好了5到6万这样 哦纯利 但是何肖你今天来找这份工作 你心里面的薪金期待值多少 没有 我觉得就是 我现在其实也算一个入门的 就是我没有什么经验 就是我没有职场的经验 所以呢 我的心态放得很好 但是你是见过钱的 对 我见过钱 所以我不需要钱了 哇 那何肖 何肖这边 来来来来 那既然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 那你现在走到这里边的 你的这个动机是什么 你刚才说已经见过钱了 我希望呢 就是能为企业服务 然后越来就是增长自己的这些能力 然后就是真的真心诚意的为企业打工 你觉得能力欠缺的是什么地方 就你要增长的是哪些部分 除了和真人交往之外 实际就是在一个企业里工作的一个经历 你看从06年开始到12年 这一直是一个人干嘛 对吧 然后整天就是淘宝的那些 就在网店的那些 是吧 对 那你 你和真实人类打交道的能力 对 这就是我想说的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这个沟通能力非常强的 然后我自己可以脱了稿子 直接主持一场晚会 都没有问题 可是我就是做了六年的这个网络的这个 这个在网上做生意 我几乎就没有怎么跟这个 人类打过交道 第一年的时候 刚出来的时候 就刚不做的时候 我发现 就是去年吧 对 去年 我发现我跟人说话 我都会脸红 就是和陌生人聊天 都已经发展到了紧张和会脸红的程度 对 尤其跟男生 不管是什么年龄阶段的男生 不管是什么年龄阶段的 其实刚刚在台下 就像你看到我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脸红 我直接就冲过来 哎 沐妍 哎 打个招呼 那是因为你在他心里面 什么都不算 我不是男人吗 不是 我非常 我非常喜欢沐总 哎 什么会 哎 沐妍 什么时候会紧张 我们只在我们在意的人 沟通的时候会紧张 如果 他说什么年龄 段的 如果那个人对于我来说就是个 那我紧张什么呀 来吧 十位 去或者留 第一印象 选择 可以啊 没人走 谢谢咱们 十位都在现场 来 装上提问 我就想说一点是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是网络公司才会做这个网络引销 啊 但其实现在没有公司不做网络引销的 没有公司不做网络销售的啊 只通过这个网络打字介绍产品 你感觉你这方面强吗 这个算销售吗 也算是销售 哦 我不是很喜欢做销售 不喜欢销售 你还是你自己想做策划是吧 对 因为我今天还给这个五发同城和这个百合网带来点我自己的意见 太好了 来先说一个最不成器的网干嘛 来 百合网很多人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看到照片很漂亮 然后聊完了再一见面发现照片和真人的落差很大 所以我觉得百合网可以针对VIP客户制作一些视频 就是视频的自我介绍 然后这个丰富一点内容 但是我们有这个视频的频道 嗯 我们有视频的频道 有很多VIP会员的视频在上面的 哦 人家没上去 就是给你说一个建议 而人家的建议你们已经在这么做了 这就说明人家的建议是对的 对对 咱们英雄所见略同吧 嗯 来 还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那个 我就是咱们百合网可以跟一些视频的聊天室 就是在一个聊天室里面 然后有呃 就百合网的会员 有一个主持人 这些游客是可以随便进的 然后呢 这个视频的这个这个聊天网站 可以打一些广告之类的 不错 我觉得不错 还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们有一款无限的手机的 你行不行呀 不远你 不远你 叫百合版的非诚勿扰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回到一个聊天室 你不用去这样的企业工作了 好吗 你给这个企业 你给这个网站的第三个建议是 因为我们俩私下沟通了一下 他不好意思说 我替他说出来 第三个建议是 你们的网站可以关了 为什么呀 我们发展了一个新的功能 新的产品 因为 都是我们的 因为你们不专业到了 因为你们不专业到了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做过 婚恋网站的人 他所有的主意说出来 不是啊 你们都已经在做了 这就说明 你们必须要专业人士 任何一个人说出来的 在你们这块都是专业意见 这样的网站 关了谁也发 因为最好的功能 最好的功能是来源于用户的 婚恋网站的强电的原因 你知道什么吗 他说的 他们都在做 他是完全从顾客的角度 出售免费的 他为什么都在做 他又分别设个频道啊 设个什么什么 我们这两个功能都是免费的 这两个功能都是免费的 在58这种服务都是免费的 你不是只有VIP客户 才有视频 那你为什么不能把你那有效的功能 更加自由的给客户使用呢 让它更方便呢 当看到一个VIP客户 我们要联系那个VIP客户的时候 你们不就收钱了吗 你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管着吗 你看 这会儿又开始顾左右而言他 不是 他不会很认真的使用我们的网站 因为他已经生在美好的爱情当中了 对吧 行了 这一段告一段落了 来我们攻击他 来 开始 就是 现在你来评论一下这个全世界最丑的网站 来开始 我觉得他丑他也有他的道理 是的 首先那个 五八同城是一个就是设计面很广的一个网站 就是很难说他哪里做的不好或者做的不精 五八同城可以不可以在一些热门的板块里面 然后抽出这几个热门的板块 专门把它整合 然后给他包装 做成五八同城的旗下的一些专业性的独立的网站 我觉得很有战略眼光 非常好 那意思是垂直网站 然后那个 我们要这样做 牧羊他们还有活路吗 对 那你的目的就是把其他企业都 对你说的 因为像五八同城就是 他的内容太多 二手房啊 什么这交易那交易啊 然后最后 他实在说不清楚他自己是干什么的 只好说我是一个神奇的网站 我觉得不错 这种想法 其实也是五八一直在想的 这个想法 这想法比 老板都是给太多 跟牧严比高明太多了 牧严才能看到表面 高明在哪 你就跟人家想法一样了 我刚才一直没说话 一直在观察你的需求 我觉得你有两点 一个是 其实你亲力亲为的 做过最前线的事情 你都知道 那第二呢 你发现没有 虽然他长得很漂亮 但是他有一点 他在成长中一直在动脑子 我觉得他希望的这工作平台啊 是让他能够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 所以不限于什么样的产品 或者环境 好 那何肖 稍等啊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暂时到这儿啊 而且我现在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 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各位 我们两个有一点是很像 你看何肖今天穿的衣服啊 他里面呢 其实是有豹纹的 但是他外面呢 豹纹就是他有狂野的一部分 但是他外面呢 要拿一个白色啊 这样的来做一下掩盖 西装啊 正装啊 对对对 正装西装 其实他内心还是蛮狂野的 王小子霸气 霸气侧露啊 赛刚老师 今天的裤子也是豹纹的 你看 我今天也不能让霸气侧露啊 赛刚你那是猫 我用的方法 注意啊 各位 你注意看我的裤子 太帮了 好了 可以收起来了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霸气藏起来了 你裤子后面是豹纹了是吗 没看清 一个连特写镜头给了之后 都看不清的人 在做婚恋网站 他连这个都看不清 他还能看清找对象的时候的 相配不相配吗 这样的网站不关了 他还等什么呢 正好 正好这样 我们垂直运作的第一个品位 就选择婚恋 先把它给灭了 好 做判断了啊 十位 去或者留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 何潇的手里 选择 该走的就走 对 情号 隐功 非常好 小装 是 该走的就走 好 谢谢 我们现在 我说一家企业 这家企业 就来给你提供职位 好吧 好的 来 101网校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101网校网络营销专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歌华大厦 你希望在 我希望最好在天津 希望最好在天津 好的 来 五八同筹 我给你一个工作应该很适合你的 就是我们的客户顾问这个工作 在天津的工作导师 来 第一次 我们能够提供的这个岗位呢 是对就市场部的营销专员 好的 帮我们对各个软件产品 还有我们的网站产品 包括一些电商产品做营销策划 好的 来 我给你的是我们在天津的百合网的运营中心的这个产品助理的职位 好的 好的 来 王肖幕后走道是一个专门的公关公司 那么我提供给你的是客户专员或者策划专员 事实上客户专员也在和客户的沟通过程中一直要用到策划的知识和能力 好的 好的 好 来 小川 到我们的新媒体营销部门 数字媒体营销部门做一个这个实习的这样 这叫见识助理 我觉得 来 迎科律所 我们的职位呢 就是在线法律服务这个营销中心的主管 我希望你呢 来带领那么五个人左右的这个团队 来在线策划营销我们这个在线法律服产品 好 那个何孝我给你建议吧 就是我认为啊 因为你现在目标非常不明确 所以我个人认为你应该挑公司而不是挑职位 嗯 就是因为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要做成什么 好 首先是挑工作地点 我觉得 工作地点就更不应该挑了 因为现在根本不清楚 你用一个工作地点去限制 不是 天津有大事 他一份特别重要的牵挂 对 我们这个 不是 因为你真正做好了再回天津很快 好好好 谢谢 我们的工作地点我跟你讲一下 就是初期在北京 但是长期呢 你可以在天津工作 思考一下 走上程去 关掉其中的五盏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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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和销留下来的两家是百合网和银客律所谈钱不商量 当然我觉得你刚才主动拥抱姚敬波体现了你报文的霸气 我们的传品助理的薪水是4000 然后在一年是13个月的工资 最后一个多发一个月 但是那个试用期三个月 试用期期间是3200 8折 好的 好的 我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这边 我们这个基础起薪 这是5000元 这个如果是你正常工作以后 达到工作目标 销售组管月薪基本都在一万左右 因为我还是希望以后是能在天津就是洛根岛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北京 他这个过渡期间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各吧 一个月都那么长吗 不长 只是我很难以选择 我觉得傅胜说的是对的 工作地点别考虑的太多 关键是你究竟如何给自己定位 关键是你到一个真正能学习成长的 在互联网方面 关键是你灭了我的灯 要不然你的薪酬就可以大幅度提高了 好好好 我们就说这种话 我跟你说傅胜 这种话你不要说 这就是撕开人伤口往里撒烟 然后还在脚底踩的行为 我觉得他工作都五年了六年了 但是自己做 而且这还是自己做也是经验的 是的 是的 来 各位安静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百合网 还是迎科律所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谢谢你们 再见 选择百合网 应聘成功的女士将获得 单级计算提供的 取密码补水库 不理合一份 应聘成功者 有机会获得 由中国梦孟志兰提供的 职场新生涯 梦想树立基金